蔡賴佩的總統支持度剛好過半百分之五十 那國鎮佩韓國瑜跟張善政是百分之二十八點三 那差距大概百分之二十一左右 那宋楚瑜跟這個余香的這個組合呢 也有百分之七點八的支持率 但另外有將近百分之十四 目前是沒有表態無法選出候選人的一個狀況 兩岸政策協會二十六號舉辦近期兩岸議題 與二零二零總統大選投票意向座談會 根據十一月二十三至二十四號間 訪問一千零六十九位成年人的民調結果 民進黨應得配支持率幾乎過半 國民黨國政配暫時以百分之二十一差距落後 有學者認為跟蔡政府對於香港反送中議題的表態 與對在港抬升處置方式有關 特別是習近平今年一月二號提出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那加上六月九號的香港的反送中事件之後 我覺得蔡英文他掌握的就是這個大的一個機遇 另外呢他不挑釁中共維持台海的穩定 另外跟美方進行緊密的合作 除了政府總統支持度 部分區立委支持度同樣受到關注 有學者指出民進黨僅以百分之三十四點七 為服領先國民黨的百分之二十五點九 應該有所警惕 不過也有學者提醒民調反應結果不代表支持者絕對多於少 不表態的支持者意見也可能影響選舉結果 隨著選戰持續倒數 如何掌握最新民意脈動 考驗者各陣營的能耐 原始新聞諸古烏溜台北市採訪報導